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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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要 谁要想把谁 就是说像小白菜一样吃掉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 对 蓝方选手张军来自福建龙岩 我们说到这个福建龙岩就想到超级丹啊 临丹 对 临丹就是 对 张军也想成为国际界的临丹 在小组循环赛当中他的表现也不错 张军今天的采用的战术就是这种 中远距离的这种突然的启动 打完就走 上下 上下 相对于要灵活一些 不要跟对方打这种 中间距离的这种拼打 对 你力量上不如这个红方选手中军锋 你就不要再去 再去跟他拼了 对 不换拳 来 中军锋的拳法真的是 还是比较重的 想还是打开造的 噎 一个迹副 小迷扫 σε Lum PD 10秒了 10秒了 好 转身 好的 这个躲场非常漂亮 那么张军并没有因为自己这个年龄小 或者是力量稍微差一些 经验稍微差一些 并没有怯场 感受动作 他知道去抓机会 感动对方去换拳 感动做一些转身的动作 今天他的这个用针针腿 后针针腿前针针腿去戳对方的腹部 去控制这样的距离 哎 这一招用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哎 这是一个大摆拳 两个互换拳 小帅腿 哎 这个多长 漂亮 哎 哎 张军的教练也在底下重点就是说 要用你的最擅长的 而且有一些优势的这种地盏 我们看到资料上面 这个张军的臂盏是很有优势的 对 张军利用好这样的优势 要去点对方 要去起刺对方 寻找距离 对 两位都在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 好有团庆的后摆拳 就抓银鸡 前刺 转胜 两个人都在抓对方的这个反击的拳法 对 好的 哎 这个连续性非常的漂亮啊 可以看出张军今天 打的也是比较放松啊 对 所以两位 面对这样的一个老将对 是 两位都这个战术很清晰 是 就各自发挥特长 对 然后 就是你有重拳重腿 但我打的也是相对的灵活一些 对 这个时候就要看两位谁能够抓住机会了 抓机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警察队四单 哎呦好 这个是直接弹对方的一个下巴 就作为年纪拳手还是敢用动作 对 就相对这一点来讲 红方郑军锋就保守了一局 是 哎 好 这个时候郑军锋要示意对方 你不要老是跑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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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进来 我们俩可以火拼 我们俩可以对攻 我就不跟你拼啊 这我不能进入你的拳套 对吧 哎呦 就是你不给我机会 我也不会给你机会 对 有进攻 也会也会有 就是 就是红方郑军锋在寻找机会的过程当中不能够 就是红方郑军锋在寻找机会的过程当中不能够 等的时间那么长 对 我们看张军他在躲的时候 是 他也会有进攻 也会有动作出 就是我去调你的时候把你调得稍微有点着急的时候我再去抓这个进攻 对 就是你们这时候可以看出这个郑军锋稍微有一些急 是 稍微有些急 因为没有距离 那这个又打空了 对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 这个这个是张军的喜欢的一个节奏 嗯 嗯 又少到了当部啊 好 裁判要提示一下张军要要要再积极主动一些啊 像是 呃 好 比赛的关乱程度吧 我觉得 还是要加上进攻 好 第二副锋 最后十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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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这个 好 郑军锋每抓住一次机会就 这个每一次重击 肯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啊 嗯 就能够看得出就是机会很少 对 对 机会很少 就不在他的距离范围内 他就 他就很少 就当游几拳也是出空了的 对 所以我认为哈 我觉得哈 两个人在第三回合 还是要拼打起来 还是要拼起来 尤其是张军啊 这个 在拼啊 不拼的话 可能就没有 没有机会了 我觉得 对 我认为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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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